今天很多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金钱,有些时候都是会,因为这些问题都会发生很多的冲突, 特别是一些有钱的家庭,可能我们打开报章,或者有时我们听新闻里面, 我们都会知道,特别是一些很有钱的家族,好像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烧鸵的家族,大家都知道,有米线的家族, 甚至最近有地产商的家族都是为了一些争产的事件,出现了很多的斗争,甚至大家都闹得很不愉快。 有时可能我们都会很难去想象一下,大家本来都是一家人,为什么可以为了钱,大家可以反目承受, 大家可以彼此对博在公堂里面,互相去指责,大家都是一家人,为什么可以为了这些东西,会造成这样的呢? 今天可能不单只是一些很有钱的家庭,会出现有这样的情况,我相信可能一些很普通的家庭,同样都可以为了这些问题,都可以发生很多冲突,很多的斗争。 究竟我们怎样可以去面对这些情况的出现呢?究竟我们可以怎样去抗衡这些问题呢? 今天很想我们藉着雅各书四章一到十节这段的经文,都能够成为我们代演姐妹的一个提醒和帮助。 我们一起去读这些十节的经文,好吗? 好,预备,一、二、三。 法定人數不足 主席 經上說 上帝抵擋驕傲的人 但賜恩及偏卑的人 所以要純服上帝 要抵擋魔鬼 魔鬼就必逃避你們 要親近上帝 上帝就必親近你們 有罪的人 要結淨你們的手 心懷意義的人 要清潔你們的心 你們要受苦、被愛、哭音 要將歡笑變為悲愛 歡樂變為愁悶 要在主面前謙卑 他就使你們高勝 首先我去講這段經文之前 都有少少的背景去交代一下 雅各書這本書卷 當時雅各寫給散居 在各處的猶太基督徒的一封信 這封信的裏面 亦都反映當時猶太人的農業社會 一般生活的情況是怎樣的 當時差不多有九成的人 都過著一些很貧窮的生活 而雅各書這裏最重要是 講到有三類不同的人 第一類是談到 講到有關貧窮的信徒 當時他們都面對著 不單止受到一些非信徒的欺壓 甚至也都受到教會裏面的人的欺壓 第二類人是講到一些不行道的信徒 指到他們裏面 其實屬靈的生命裏面 都是有很多的問題在裏 第三類就講到一些有錢的非信徒的問題 在第五章裏面 講到那些有錢的非信徒的僱主 怎樣去欺壓去剝削那些信徒 拖欠他們一些工資 這些非信徒因為他們的貪心 他們就去欺壓其他的人 他們的表現跟當時的教會裏面 有一些信徒的情況是很相似的 所以《雅各書》《雅各》在四章一到十節 其中指出他們一個問題 並且要他們早日去悔改 我們首先去看看 究竟抗衡這個秘訣第一點是要做些什麼呢? 第一點就是叫他們不要去信徒 《雅各》在第一節裏面說到 他們說你們中間的衝突從哪裏來的呢? 《真執》又從哪裏來的呢? 《雅各》當時是很直接去指出 當時教會的群體裏面 是出現了這樣的現象 《衝突》這個字 它原本的翻譯就是叫做戰爭 《真執》直譯也是一個打鬥 這兩個字很多時候都是連在一起用的 特別是用在什麼呢? 就是用在一些軍隊裏面 日常的生活裏面就會出現這些字 其實也是反映著什麼呢? 這些衝突和爭執 在當時也是一個挺嚴重的情況出現的 我不知道大家聽完這句話 會有什麼感覺? 教會的人不是比較好嗎? 為什麼教會的人都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呢? 最近我和一位姊妹分享 她就跟我說 她說她組員裏面有一位最近要離職 她說最主要怎樣離開這個機構 最主要是因為人事的問題 她說雖然這個機構都是一個有信仰的機構 但是這個姊妹似乎都是帶著一些失望去離開的 當時我跟這個姊妹這樣說 我說只要有人的地方 其實或多或少都會有很多爭執和衝突 我相信大家都會很認同 其實教會也是一樣 曾經有一個神學家這樣說 他說教會是什麼? 教會其實是一個罪人的醫院 其實我覺得這個神學家說得非常正確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其實有時候我們去想一下 我們只不過是一群蒙恩得救的罪人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很不完全 我們仍然都有很多的罪性在這裡 所以我們更加需要怎樣呢? 我們回來教會裏面 一起去聽這個神的說話 就是藉著神的說話 怎樣去不斷去更新去改變 我們的舊有的生命 我們再看回了 雅各在第一節的後面裏面 他就去指出 這些衝突和珍執的根源在哪裡呢? 就是說是來自人的私慾 那究竟什麼叫私慾呢? 在原文裏面說到 這個私慾就是貪圖、享樂、沉溺 在一些失控的慾望裏面 甚至有一些譯本更加把這個私慾 翻譯成為現樂 因為在第一節的經文裏面所說的私慾 和第三節裏面所說的現樂 在原文裏面是同一個字來的 在英文裏面 享樂主義就是從這個詞語裏面出來的 簡單來說 私慾就是在說什麼呢? 就是滿足你肉體裏面的一些慾望 但是你的目的是為了眾情享樂 我們再看看 究竟為什麼私慾可以引致這些衝突和爭執呢? 在第二節裏面的經文說到 它說你們貪戀、你們疾度 原來這個私慾會產生一種的貪念在這裡 令到人很想定性在一些你未得到的東西的身上 你很渴望去得到 這些人不會因為你得到這些東西之後 你會立即變得很知足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經歷 有沒有試過呢? 當這個私慾在你心裏去攪動的時候 令到你很想得到一些你很想得到的東西 但是當你得到的時候 你仍然都不會覺得很滿足 你很想繼續 我還想要多些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經歷? 有沒有? 有些微笑,有些額頭 我記得我以前也有這樣的經歷 我最初結婚的時候 我也是住在家人的地方 當時我和我先生都很想 希望有屬於自己的房子 正如今天很多人結婚都很想有屬於自己的房子 我們就很努力 大家儲了幾年的錢 很感恩 我們終於可以買到第一間自己可以住的地方 當時我們住的地方是兩間房子 當時住都覺得非常之好好的 很感恩,很開心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的裏面 自己心裏面又開始有一把聲音 就說 如果我多一間房就好了 我跟我先生說 我們可能住得久很多東西 不夠地方擺 如果多一間房就好了 當時我先生就說 他說 你多一間房又怎樣? 你的屋越大 其實你的東西就越多 有時候 當我聽完之後 我都會發覺一件事 其實當自己沒有的時候 我們很想去得到一些東西 但當我得到之後 我心裏面 仍然都是那份不滿足的感覺 很想得到一樣 又再得到一樣 我知道大家還記得 有一件案件 當時也是很震動香港的 就是有關一個女商人 叫龔如森的事件 當時他離世的時候 亦都留了一筆很巨額的一筆遺產 他打算捐給一個慈善的機構 但當時突然之間 又殺出了一個風水師 陳先生的出現 他突然之間 就拿著一份遺囑 就說 他自己就是那個 唯一的繼承者 原來在那個 審判的案件裡面 讓我們知道一件事 原來當時 這位的 陳振宗先生 其實從這個 龔如森的身上 都已經得到一筆的巨款 當時都有2.5百億的美金 但是這個人 仍然都是不心足 他更加要公開 告訴別人 他就是龔如森的情人 以及 他亦都在這個 遺產裏面 唯一的受益人 我們從這個 陳振宗先生的案件裡面 讓我們知道一件事 原來這個人 從人的身上 已經得到 這麼多的錢的時候 但很可惜 這個人的貪念 仍然都不能去滿足 他自己的私慾 他甚至很想 去吞併別人 所有的遺產 我們看到原來 貪心這件事 是永遠都不會 令到人的感覺 是滿足和快樂的 私慾 可以令到人變得 貪得無厭 永遠不能夠滿足自己 我們知道 這個肉念 其實 好像一個無底心痰一樣 要滿足 根本 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反而 當你越是這樣 去給它的時候 令到你那種 慾望的胃口 就越來越大 甚至 你是不能夠 可以控制得到的 我們看看 人為了要滿足 這個私慾的時候 他又可以 怎樣去做呢 在第二節的經文裡面 講到什麼呢 他說 你們去貪戀 得不著 就殺人 你們直到 不能夠得手的時候 你就去 去爭執 以及去 去起衝突 雅各在這裡 就是要說 那幫人 你們在貪戀 在窒戀 在窒戀 人家的財富 你們去透過 用爭執 衝突 以及殺害 這些手段 去得到 你們想要得到的東西 原來 當人 去得不到 這些東西的時候 人是可以 千方百計 去得到的 甚至 他是可以 不擇手段 不理會 他自己 所做的是 對 還是錯 一切 這些罪行 就是這樣 去產生出來 我曾經 在 有一個新聞裡面 都有講過 就是有一個兒子 很希望 他的父母 能夠分身家 但是很可惜 他的父母 不答應他 後來 他更加 將他的父母 可以去殺害 未信的人 可以因為錢 可以做出這些事 但其實 可能信了主的人 同樣都可以做出一些 違背信仰原則 一些行為出來 多地去想回 看回 在舊約裡面 我們很熟悉的大衛 他也為了要貪戀別人的妻子 的時候 他不懂 如何和別人 發生關係 後來 知道 拔士巴 有了身孕之後 他為了要掩飾自己的錯 他更加 他不懂 借刀殺人 將別人的丈夫去殺害 人為了要去滿足自己的私慾 他可以不懂 進行不同的一些惡行 以為透過這些惡行 可以去達到自己的目的 但是從這些事件裡面 都被我們看到 原來私慾 所帶來的那種可怕 難怪在十戒裡面 他教導我們一件事 他說什麼 不可貪戀 這個戒命正正是針對 人那種的慾望 對慾望 如果我們不加以去控制的時候 就很容易會產生一種行為出來 而當這種慾望 化成一個行為的時候 甚至可以對人 甚至社會裡面 可以造成一個很大的傷害 保羅也曾經說過 他說貪財是萬惡之根 其實錢本身也沒有分善惡 只不過敗壞就是從那個貪這個字開始 那些貪得無厭的人 會造成有很多的問題 也會引起了人和人之間 很多的勾心鬥角 永無寧日 所以如果我們不懂得向這個私慾 去說筆的時候 任由他怎樣去主宰我們的話 後果可以去到很嚴重 就好像陳振聰先生那樣 最後他都要為到他自己所犯的罪 要付上一個很沉重的代價 當我們知道私慾可以引發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更加需要要警醒和要小心 免得我們跌入在這些陷阱的網絡裡面 雅各不單在這裏提醒我們 不要去順從私慾 他亦都提醒我們一件事 不要順從這個世界 我們來留意下 第四節裏面去講一下 雅各當時寫著那一封對象 是在講著 和那一班信徒在講著 但在第四節裏面 你會看到他突然之間 去稱呼這班的人是甚麼呢 他稱呼他們是淫亂的人 為何雅各要用一個這麼嚴厲去指釋他們 是淫亂的人呢 難道他們在肉身上犯了奸淫 在這裏面並不是說他們在肉體上犯了奸淫 而是指這班的人 他們是對神、是不忠 在救藥的時候 以色列人很多時候都被稱為淫婦 為甚麼呢 因為他們背叛了神的藥 以別神去代替了耶和華 這個真神 就好像一個不貞結的婦人一樣 雅各在這裏 另外又再稱呼他們是甚麼呢 說他們是與世俗為有的 即是說和世界是私通的 和這個世界是九合的意思 為何雅各在這裏這樣稱呼他們呢 原來我們透過剛才的經文第二節和第三節裏面 讓我們知道 原來他指責當時的人 是為了要追求一些很豐富的物質享受 他們很渴求更加多的財富 而他們的目的是為了甚麼呢 只不過呢 是去耗盡自己在私慾的裏面 貪戀 窒盜別人的財富 透過用一些衝突 爭執和殺害的手段 去得到他自己想得到的東西 我們知道呢 他們這些惡行 完全不是從神那裏來的 而是從世界那裏來的 他們所做的手法 和他們的行徑呢 完全可以反映到當時這些的人呢 用著世界那種的方式 怎樣去對人 怎樣去處事 雅各更加在第四節裏面 指責他們這班人 和世俗為友等同於甚麼呢 叫做與神為敵 因為在第二章第六節裏面 雅各其實是已經指責那班人 指責他們怎樣去效法一些有錢的人 怎樣去欺壓一些貧窮的人 學校他們怎樣用一些不擇的手段 怎樣去得到一些財富 當時這些信徒就是在學著他們 當他們這樣去違反他們所做的事 其實完全是違反了神他們的心意 換句話就是說 他們是在做一些與神為敵的事 事實上這個世界都是在教我們的 的價值觀 和神的價值觀 是完全不同的 世界在教我們的甚麼呢 世界在教我們的 要向上爬 我們要出名 我們要追求我們的權勢 我們要有成績 我們要有果效 今天香港的風氣就是在教我們 賺快錢走捷徑 我們不需要用很多的代價 我們就可以得到有很高的回報 炒樓炒股已經成為我們香港人一個的風氣 當我們去跟從這個世界去走的時候 我們就跟神的距離已經是越來越遠 因為世界引導我們走的那條路 是一條很闊的路 這條路很容易去走 作為基督徒的我們 我們會不會都不知不覺 被世界很多的方式 很多的價值觀 去影響著我們 我們會不會為了要升職 我們學校世人 要踩低人家 要叫自己去得到自己想得到的職位 我們會不會為了要幫我們的子女 入到心儀的學校 我們又用世人的方法去得到呢 我們會不會為了要造成一宗生意 我們會不擇手段 今天我們的生命 究竟跟一些不信的人 有什麼分別呢 除了我們祈禱 除了我們會回教會之外 我們的生命 跟一些不信的人 有什麼分別呢 聖經告訴我們 在馬太福音7章13節說 你們要進的是扎門 因為引導滅亡 那門是闊的 路是大的 進去的人也是很多 引導永生的一獨門 是窄的 路是少 走著的人也是少 世界這一條 世界這一條的路 引領人 走向滅亡 但聖經教導我們所走的那條的路 雖然是一條很窄的路 但是是一條很穩陣的路 它會引導我們進入在永生的裡面 今天我們信徒身處 在這個世界 要能夠去抗衡 這個私慾 和世界 是一點都不容易 除了我們知道 我們不要去信從私慾 和世界之外 究竟我們可以怎樣去做呢 我們一齊去讀第七節 去到第十節 我們一齊讀 所以要信服上帝 要抵擋魔鬼 魔鬼就必逃避你們 要親近上帝 上帝就必親近你們 有罪的人 要結淨你們的手 心懷意義的人 要清潔你們的心 你們要受苦 被愛哭入 要將歡笑變為愛愛 歡樂變為仇門 要在主面前謙卑 他就使你們高盛 在這幾節的經文裡面 其實是有十個命令式的動詞出現了 什麼叫命令式呢 命令式它不是一個建議 也不是一個要求 命令式是一個強制 是一個指令 是必須的 所以這十個命令裡面 分別是什麼呢 請看part point 在part point裡面 你會見到很多的要字 就是這十個命令 要順服上帝 要抵擋魔鬼 要親近上帝 要結淨你們的手 要清潔你們的心 要受苦 要悲哀 要哭音 要把歡笑變為悲愛 歡樂變為仇門 要在主的面前謙卑 我將這幾節的經文 分成三組去看 第一組就是對神 第二組就是對魔鬼 第三組就是對自己 首先我們看一下對神的方面 我們要怎樣 我們要就是要謙卑順服 和去親近 在第六節的經文裡面 它說到 上帝要抵擋驕傲的人 但是祂賜給謙卑的人 驕傲 這個字原意就是 很想去表現自己 覺得自己是高人一等的 但這些人 永遠都不會看到自己的需要 或者是自己的軟弱 亦都不會承認自己是有罪的 是很自義的 大家想到了 如果一個這麼驕傲的人 又怎能夠看到神給他的恩典呢 相反 神就說 只會賜福給謙卑的人 那究竟信徒要抗衡這個世界 和謙卑又有什麼關係呢 什麼叫謙卑呢 謙卑就說 我們要削平我們自己的那種的驕傲 我們那種的傲氣 特別是當一個人很有成就 很有能力的時候 其實是更加難 謙卑就是要我們去察驗 去承認我們自己的軟弱 承認我們自己擁有一切 其實都是神的恩典給我們 是神所賜的 當我們願意去放下我們自己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肯去順復 在神的權命之下 那究竟有什麼叫順復呢 順復是一個軍事用的詞語 即是說 承認自己是一個下屬的身份 是要絕對 要聽從上級一個命令下 有一個軍人 有一次他的氣艇 就拖著一隻很大的船 當時在一個很大的風浪裏面 是去前行的 而這隻的船 正正是靠著一條很粗的鐵索 去維持著的 但突然之間 在這個風浪裏面 他們就聽到 這個船上面 有一個長官發出了一個命令 很大聲地叫 趴下 當時所有現場的人 都全部趴在那裏 就是那一刻裏面 原來那條很粗的鐵 那條承索斷了 而這條的 斷了的承索 突然之間失控了 發下來 如果當那些人被打中的時候 一定會沒有命 但是很幸好 就是當時所有的海員 全部很服從這個軍長的命令 沒有一個人受到傷害 假如在當中有任何一個人 去質疑這個長官的命令的時候 可能他們就會遭受到喪命 他們能夠可以沒事 就是因為他們是聽從 對於我們信主的人 其實順服就是一個絕對 聽從神的命令 按著神的心意去行事 今天我們作為主的門徒 我們有沒有去順服神呢? 我們有沒有順服主的吩咐去行呢? 順服神其實是一個命令的總綱 亦都是一個 我們去實踐一個的先決 一個的條件 如果我們都不能夠去順服神的時候 其他的吩咐其實 我們就很難跟著去做 我們去看就是 我們對神除了我們要謙卑純服之外 我們同樣都很需要就是要親近神 在第八節講到親近神 什麼叫親近神呢? 我相信大家應該一點都不陌生 親近神就是 我們怎樣去跟神建立一個很親密的關係 我們怎樣去多些跟神去溝通 去經歷祂 去密想神的說話 去實踐祂說話 正如在約翰福音裡面所說的 葡萄樹和枝子的關係就是這樣 我們必須要常常在主的裡面 因為離開主 祂說到我們就不能夠可以做些什麼 我們更加沒有能力可以面對各樣的試探 神他應許就說 如果當我們去親近祂的時候 祂說祂必親近我們 假如我們很少去親近神的時候 我都鼓勵我們在座當中的鼎姊妹 我們可以再一次回到神的裡面 因為神是很希望我們能夠回歸 回到在祂的裡面 就好像一個浪子比喻的爸爸一樣 祂很期待祂伸開祂的雙手 去歡迎我們一樣 第二方面我們去看 究竟我們怎樣去面對魔鬼 在第七節裡面說到 要抵擋魔鬼 要抵擋魔鬼 魔鬼就會逃避你們 為什麼我們要去抵擋魔鬼呢 因為在《比德前書》五章八節 它說到 它說 我們無要緊守警醒 因為你的仇敵魔鬼 如同敲撅的獅子遍地遊行 可以尋找可吞吃的人 今天我們不是和一些有 和熟血氣的爭戰 今天我們是要和熟靈的爭戰 所以面對魔鬼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採取一個很堅決的態度 我們才能夠抵擋它 因為我們知道魔鬼其實是很狡猾 它很懂利用不同的手段去欺騙人 叫人去相信它 好像我們昔日的始祖犯罪一樣 當時神吩咐它 不要去吃這個分辨善惡樹下 你吃的日子必定會死 但是魔鬼 它重新去包裝這句話 它說成就是說 不一定死 你吃了還是如神一樣 好像神一樣 最後 我們的始祖 就是這樣去輕信了這個魔鬼 結果罪就能夠使人和神分隔 因此我們要去抵擋魔鬼 我們一定要堅決是說不 我們除了在態度 我們要去堅持之外 我們更加需要透過神 所賜給我們的熟靈的軍裝 才能夠去抵擋 昔日耶穌基督 都是靠著神的說話 如何去抵擋魔鬼的試探 縱然魔鬼很有能力 但是當我們能夠靠著神 堅拒魔鬼的召喚的時候 魔鬼一定會自難而退 最後一點說到 我們如何去對自己 雅各在提醒我們一件事 在第八節和第九節裡面說到 就是要我們要悔改 那一個聖結的生活 雅各去叫當時那些的人 就是那些有罪的人 就是那些貪求私欲的人 和心懷疑的人 要他們去悔改一下 要他們要結淨他們的手 因為有罪的人 也要結淨他們的心 因為有罪的人 我們不能夠去到神的面前 神很希望我們 能夠把我們所做的 不正確的一些行為 都是要去遠離 要離開這些罪 甚至雅各去提醒那些心懷疑的人 要他們結淨他們的心 要回復一種很單純 專注在神的裏面 千萬不要心懷疑 因為馬帝福音裡面告訴我們 他說一個人不能夠侍奉兩個主 你們不能夠侍奉神 又侍奉馬門 最後眼角在第九節提醒信徒 在神的面前 你要受苦、要悲哀、要哭泣 要從他們的人 所享受最終之樂 你們要醒覺 要看到在神面前的光景 要將原本你們以為很開心的 很歡樂的 在最終之樂的東西 你要變成好像悲哀愁悶一樣 因為只有人能夠用一個真誠悔改的心 才能夠可以將罪、惡是一刀兩斷 正如詩人所說 神所要的制是憂傷的靈 神啊憂傷痛悔的心 你必不輕惑 最後在第十節 雅各講到 要在主的面前 我們要去謙卑 祂就會使我們能夠去高升 當我們願意在主的面前去謙卑 去承認我們的罪 去願意去依靠神的時候 神會提升我們 去到總結 今天我們身處在一個充滿很多誘惑 很多試探的大都市裡面 作為一個基徒 是很不容易 魔鬼很懂利用 我們人性那種軟弱 利用我們的私慾 甚至利用世界裡有很多好處 去吸引我們 叫我們去跟從它 要抗衡魔鬼的工作 我們必須要謙卑 順服神祂自己的說話 否則我們很容易 就能夠跟世界為有 變成與神為敵 求主幫助我們每一個 聽到神的說話 又願意去遵行的人去同在 我們一起去低頭討告 我想頂姊妹用少少半分鐘的時間 將你剛才所聽到神的說話 對你所說的說話 你自己在神的面前 你自己去回應 之後我會帶大家做一個結束的討告 我們一起去討告 祭天父是去感謝 你自己寶貴的話語 主呀你藉著你的話語 都成為我們很多的提醒 主呀求你自己去幫助我們 不要做一個心懷意義的人 不要又愛世界又去愛你 因為神你絕對是不起穴 神你要求我們的是 我們要去忠心 是忠於你 特別是我們去面對這個世界 充滿有這麼多的誘惑 這麼多的試探的時候 我們看到我們其實都是很無力 願意主你自己就是這樣 藉著你的話語去幫助我們 緊緊去依靠你 幫助我們 能夠去勝過這些一切 主多謝你 聽我們在你面前的討告 奉主是蘇基督的名字 阿門 誰是有這麼多的? 我們在你面前的討論 你會有什麼? 好多謝你 你會有什麼? 我擔心